我就跟你说 那我之前有讲过 我有PO的脸书 你怎么没有看呢 的话你做何感想 我觉得你太自我中心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好 对 昨天我们提到 LINE啊脸书不喜欢看到的字句嘛 比方说在吗 嗯 怎么那么久才回之类的嘛 那有时候真的是不得不说 就是在忙碌的生活里面 就是很简短的回复一些字句啊 也不是有恶意的 对 可是就是不免就会让人觉得说 你这什么态度嘛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说 跟这些人 好像很久没有联络了 比方说脸书一大堆好朋友啊 IG上面追踪的人啊 就是 时不时就想要断舍离一下 真的看到不少人呢 就是会大张旗鼓的说 好我要伤好友咯 这样子 就是没有跟我互动的人准备被我踢除咯 这样子 然后就会好多好多人 下面疯狂的人说 我在这我在这 不要伤我不要伤我 这样子 这是在刷唇在干吗 我 其实我 我坦白说 我不理解这个心态 嘿为什么 我虽然是我知道说人 像我们会说东西要断舍离嘛 然后大清潮 为什么不行 那人也要 对啊 是没错 可是我觉得这个动作 好像变得有一点 很多人也是会这样 就是你一定也会这样嘛 就是你会说 又我在这 但是你后来就是你 你回外他没有删你 可是你也没有一直在关注对方 被说中了啦 因为这个心态很奇怪 然后再来就是说 好我的确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我真的已经忘记你是谁的 那我连问都不问 我就直接删 我觉得那没有差 好说到这个我忘记你是谁 我就是想要抱怨一件事 就是最近有一个人 他就是来我脸书留言 那我真的是无法判断他是谁 就从他的照片 他的个人资料 我就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我就私讯问他 非常有礼貌的说 不好意思我没有什么头绪 可以请你告诉我你是谁吗 这样子 他只有给我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 大概20年前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交集的一个 小线索 然后我就立刻想到 啊是那个人吧 可是我就真的是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就想要确认说 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就跟我说 某某姓氏这样子 是这个姓啊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诶 我不是很确定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全名 这样子 他就跟我说 没事哈哈哈哈 什么是没事哈哈 是说我可以 真的可以不要管你是谁吗 还是说你希望我进一步去询问呢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一点小不舒适 就是你到底想怎样 他想唱一首歌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美 然后呢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忘了我是谁 就是我觉得很尴尬 就是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我有一点把自己逼到绝境了 嗯 就是我猜不出你是谁 然后你也不告诉我你是谁 然后你要我问你是谁 是不是 我觉得有点烦 然后但是我后来就 拼的就是突然想到了 啊就是那个人啦 这样子我就想起他的全名 我就问他说 哎你是不是叫做叉叉叉 这样子 对 他就跟我说 扑 哈哈哈哈哈哈 扑吃的扑这样 对 然后扑的下一秒 他立刻用那一个 messenger打电话给我 嗯 我干嘛接 我那时候在忙耶 嗯 那都是在工作 一般工作日的下午这样子 然后我正在写稿 我是真的在忙 我就立刻按掉那个电话 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现在在忙 我说有什么事情吗 这样子 可是你有你在忙 可是你跟他用message在聊 就因为文字可以不用及时回复嘛 可是不代表我能够讲电话 嗯 因为你怕讲很久这样 或者是 你有电话恐惧症 恐惧症 对 我超级恐惧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就是不方便在那个时候 接那通电话这样子 然后我就问他说 哎有什么事情吗 他就跟我讲说 文字不方便讲 我要用电话跟你讲 我说什么事情 一定要用电话 不能用文字表 可是他手断掉 他答字很慢 屁的耶 然后 他可能都是用那个竹竿在打字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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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吧 你是用一纸神 弓弹在那边敲 这样子 对 他手 awakened 这老师我都3C世代了 然后我就觉得说什么啦 这样子 就是他就跟我讲说 哦他在什么地方工作啊 就是他不方便 就是用文字 就必须要讲电话 反正我觉得不合理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到底干嘛一定非要人家 马上接电话不可 而且我们真的有20年没有接触 我不是说还有什么脸书 有一些就是按了按去 什么之类的 没有 就是一个20年完全没有接触 也没有联络 他突然跟你讲说他是谁 然后就立刻要我接那个电话 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 对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可是我觉得一定 一定会有他的苦衷 他一定是有什么原因 我希望这个 或者是他真的很不善用 就是社群媒体来聊天的人 他怕误会 没错 他好像有在听我们节目 如果你有听到这一段 你知道我在说你的话 请你来告诉我 你到底是在干嘛 你到底为什么要我接电话 你有什么事情不好好的 就是用文字来表达 他觉得一定要讲电话的 搞不好他已经被 我也想知道啊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被当局 就是通气中 就是他只要留下案底 就会容易那个 什么 搞不好你怎么 你说他不能用他的账号 就是跟我有一些对谈 然后留下一些记录哦 搞不好他是那个啊 特务啊 你干嘛这样子 乱猜人家 如果你有听到话 请你告诉我 我真的不懂啦 因为我已经跟你很久没有联络了 请你告诉我 你到底要干嘛 他一接起来电话 会说 你就是我的巧克力 不是 他就说什么 你发现在我手上 什么之类的 请你抱一只鸡 那个有一个笑话是这样 就是一接起来说 我是你儿子 绑匪在我手上 对 两句话都有严重的逻辑疏 然后那个人 那个绑匪就立刻挂断电话了 就变成笑话版的一篇文章 他很紧张 也是有电话恐惧症的绑匪 所以他是我绑匪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删别人好友啊 其实我觉得并不算是不健康的啦 因为毕竟有时候就是会有一些 真的是没有接触的 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就是真的已经忘记 他是谁的那些人啊 对 其实删掉他好像也无伤大雅 可是跟你来说 好像觉得不是很合理 可是我跟你讲 有一种状况 我觉得很 我很不喜欢 就是说 好 如果有一天 我是一个被删好友的人 然后我就会 譬如说我们后来又有一件事情 我们譬如说工作相遇 我们要连结上 然后我后来发现 对方把我好友删掉 其实我也不会怪罪他 因为我觉得人的一生 就是他有很多 可能就是手机掉啦 或者是什么账号怎么样 他有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 或者是他有一天想要清理 都没关系 因为我对于人 不会有这么高的道德标准 可是我很不能接受一种事 就是说 像我有曾经就是 我电话因为不见 你知道我以前很会不见手机嘛 然后因为不见手机 就是电话就会遗失 对 对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种 就是一些存在云端的概念 然后呢 就是我有一个同学 然后他就是那种 就是把我看的是 很重要的朋友 当然我也我们以前也很好 可是他就 后来我们有一次连接上 然后我就问他 哎那你的电话几号 然后他就是一副就哭哭 等一下你是用什么方式问他的 你是用那个LINE问他 对 LINE 然后我就说 哎你电话几号 这样子再给我一次 然后他就说哭哭 哭什么 他就觉得说 哭你忘记他了是不是 对他觉得我删他好友 或者是我怎样 但是就不是咩 就是我觉得就是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子会有 彼此会有一点压力 或是有点误会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就是 就忘记了 或者是甚至是 其实没有忘记 但是因为要早很累 所以你再给我一次又不会怎样 对啊 对啊 或者是 我觉得有时候会不会有人觉得说 就是一定要记住他是谁 然后他才会觉得说 我在重视他 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 这个有真的想法 他可以摆在心里面 可是我觉得他 如果有一种就是比较 没有社会化的 他可能就会觉得 我讲出来 就是反正我就表达出来 但是其实这样会给他压力 对对对 所以其实是 好 有一天我发现你真的删我 那个都不行啊 那应该我们真的是已经 乱例子 好反正就是一个工作上的人 他可能没有 一直没有我的手机 没关系啊 因为其实现在也没有 很少人用手机来联络事情 他们就是用Line嘛 对 可是Line有 因为加很多也会忘记 然后我后来我就可能会问说 不好意思你可以再跟我讲 你Line的那个名称是什么吗 我觉得这个 如果是一般有社会化的人 就再给一次 然后就说 好这样 我不会往心里去 我不会觉得说 我们都这么熟 即使再怎么熟 即使是爸爸妈妈或什么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会 因为比较少用这个 这个讯息来传递 他就可能是会有这样子 被忘记的时候 没有错 就是 relax好吗 对对对 轻松一点 其实我有时候会想到说 山豪有这个动作啊 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 就是当然还没有那么多 3C的一些 那个社群软体 那时候很单纯 我们要跟别人绝交都怎么做 切八段 对 就是两只手指头接在一起 然后就跟别人说 我要跟你切八段 就表示我跟你绝交嘛 但是真的切了之后 马上又好了 或者是切了之后 只是 搞不好真的切了之后 真的绝交 可是我们还是在 同一个社交圈里面 还是碰得到面 还是接触得到 然后搞不好 久了之后就会觉得 啊好啦 以前的事情算了啦 这样子 可是呢 如果延伸到现在 就是假设我们山豪有 就是以前的切八段的话 好像切了就是真的切了耶 因为我们真的就不会再见密 也不会再联络了 甚至要去看对方的脸书 都已经变成不可能的事情了 然后 看 吃 啊 吃 吃